大家好,我是二鸭 今天二鸭教你们冬天如何快速清洁棉拖鞋的想象招 首先咱们准备一个小盆壶 在里面倒入一点洗衣液 再倒一点白醋 再倒一点清水 洗衣液、白醋、清水的比例大概是1比1比10 接着将配好的溶液摇晃均匀 这样咱们的清洁剂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开始清洁棉拖鞋了 我们可以把清洁剂均匀地喷在拖鞋里 再用一根废旧牙刷 在棉拖鞋的内部刷均匀 接着在拖鞋的内部倒一点苏打粉 不用太多 再用牙刷将苏打粉涂抹均匀 白醋、苏打粉都有很强的消毒功能 而且苏打粉还可以让鞋子保持干燥 最后一步就是把棉拖鞋放在家里的阳台上 再晾上一个小时 把里面的苏打粉拍打干净就好啦 这冬天的棉拖呀 没穿几天就会又脏又臭 整个清洗一遍呢 又非常的麻烦 大家也赶紧跟着 啊呀这个小呢